而枪震重创花莲 各界的爱心也纷纷涌入 台积电慈善基金会 张淑芬董事长9号上午 是带着专业建筑团队 技师来到了花莲 针对了为被列为 红丹黄牌围楼的社区 展开视察 张淑芬表示 重点围楼政府是必须要协助处理 他也想要帮助的是 花莲灾区的弱势户 并且也希望能够号召更多的企业 一起来关心花莲 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 9号上午带着专业建筑团队 技师来到花莲 针对没有被列为 红黄牌围楼的社区 展开视察 张淑芬表示 重点围楼政府必须协助处理 他想帮助的是 花莲灾区的弱势户 我想这要先看 再来说是哪一块 因为我们不定论 那政府在做的我们不参与 那对于民众比较有需要的话 我们会比较快一点 基本上我们做事都是要走第一线 第一线看完了以后才做决定 那我们今天把团队都带来了 就是我们做场次的那些人 他们来了 所以我们就是当场大家就可以 回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可以决定 要做哪些事 02-06时担任花莲市长的县议员魏嘉贤 他和张淑芬董事长非常熟悉 这次04-03地震 他也安排了灾水的社区 陪同张淑芬前往视察 那在地震的当下 我们有跟台积电来做相关联系 那当然地震比较趋缓的时候 那张董事长也非常关心花莲状况 那在昨日下午也特别有电话通知 说他们要来到花莲来做线看 那我们有排了几个点 那主要他们的时间也非常短 那我们原本就按照台积电所设定的 非红黄单的一个状况来去看 然后当然也包含了凯克之家 还有其他他要关心的一个几个地点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台积电 能够带来更多的好消息 来协助花莲的灾区来做相关的重建 张淑芬一行人陆续前往民意奖社区 囚轮一路某大楼 还有凯克园中途之家 对于无法列入政府第一关怀补助的受灾地区 张淑芬表示会尽快给予协助 并且希望可以号召更多企业 一起来关心花莲 所以你们这样子 你们找工人来帮忙找不到就好 对找不到因为花莲会严重 OK会找不到 尽快找人来帮忙 谢谢 好不好 让你日子好多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